1.4.3.6.2.8.2.8.3.6.8.0 蘋果从去年IOS13系统就开始支援深色模式 一直到今年iOS14,Facebook还没有正式开放深色模式的动态时报 不过从今年初开始,Facebook就已经开始测试深色模式 虽然有些人可以开始启用,但是有些人还不行 你现在如果已经支援的话,你可以到右下角的斜线 然后滑到设定于iOS,你可以看到一间模式 有三种选项,一种是自动开启,一种是关闭 一种是依照你系统的外观来设定 就是如果你的系统是设定深色模式的话 你的Facebook就会跟着是深色模式 如果你没有启动深色模式的话,就是一般的那些模式 第一个是强制开启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深色模式的话,你可以到App Store里面 把你的Facebook更新到最新版本 最新版本是296.0 如果你开启Facebook还是没有深色模式的话 可以这样子把它滑掉再重开 再到右下角看你的设定 有没有夜间模式 没有的话你再把它滑掉再重开 一直重复这几个步骤 第一次到App Store先更新到最新版本 你也可以把手机重开机 然后一直把它滑掉重开 滑掉重开 然后到右下角 设定与隐私 你就可以看到夜间模式的选项了 一般正常的情况下 这样子重复操作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开启 晚安 男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